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以色列与周边的国家战争频繁 但上帝总是帮助大卫战胜敌军 拿下一座又一座的城 以色列军队得到许多战利品 大卫也都恭敬地归给上帝 储存起来就成为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时的资源 当时以色列的实力坚强 许多的国家都扶手称臣 这与后来以色列被掳到别国为奴的景况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至上第十八章 历代至上第十八章 此后大卫攻打费利士人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 又攻打摩押 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 索巴王哈大利谢往右发拉底河去 要坚定自己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 夺了他的战车一千 马兵七千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 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 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 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贡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 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拔和军 二成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 铜柱和一切的铜器 哈马王陀乌 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 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 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 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 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 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 摩亚 亚门 费力士 亚马利人所夺来的 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喜卢亚的儿子亚比塞 在严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他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喜卢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萨都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做祭司长 沙威沙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 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独立待制的时候 我们需要常常回想起 这卷书的用意 是为了要让被归回的百姓们 明白自己是神的子民 想想看 当时的百姓们 在看到这段经文时 会有什么感动呢 相信他们会很惊讶 原来在神的祝福与带领之下 以色列以前是这么丰盛 又受到保护 当我们爱神敬畏神 就真的能享受神的同在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也曾经经历一段很低落 很没有盼望的日子 但希望这段真实的历史 能让你看见一个美好的现证 让我们彼此鼓励 学习大卫 单单依靠神的心 相信我们的生命 也要蒙受祝福 有盼望 在神的帮助下 百战百胜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觉苏 谢谢你带我走过失望 再次拥有盼望 当我诚心依靠你 就求你赐福于我 找回得胜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 顺便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生命 靠着耶稣的爱得胜 充满盼望与喜乐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